大和平经营 刚刚我上场之前啊 那些人后面那些人就跟我说了 一会儿你就进安琪拉 我说还进安琪拉 你们是不是傻 去年腾哥就让安琪拉给坑了 今年还玩安琪拉 腾哥这人得多酱 人得多酱啊 要我说腾哥今年要还是玩安琪拉 你们就应该给腾哥颁个奖 王者峡谷第一老实人 我话音未落 腾哥那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生命就像人家的魔法书 图图改改又十一年 一句劝 要不咱换本书吧 前两天啊 我看了一个采访 问彭彭 如果不当演员 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彭彭说游戏陪玩 所以说今天 大家是来打比赛的 而彭彭是来实习的 然后我今天就看到 又哪 的英雄和擅长的位置 我一看啊 Justin和彭彭 常玩的英雄 一模一样啊 有刺客 有法师 有射手 满满灯灯 一大牌 擅长的位置 Justin几阵呢 写 无特殊擅长 彭彭写的 全擅长 他说吧 这就是陪玩的气势 你别管我擅不擅长 我先把业务线铺开 缺啥补啥 一个客人也不能放过 说到陪玩 彭彭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人 这人就李登顶 我刚碰见他 他说 一会儿 敢下一场 王正宗 就这种加班程度 一般赔玩都顶不上 眼看就赶上微波员工了 咱们今天这个公益赛啊 主要是帮助贫困地区 安装路灯 主办方说 这次他们安排得特别明白 特别用心 把贾乃亮老师 和王正亮老师 全请过来了 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够亮 我说你们要这么说 我就不高兴了 那怎么输赢就不重要了呢 人家打都挺好的 人家王正亮老师 野王 指挥大神 封号王者小诸葛 江湖人称诸葛亮 人家说我们贾乃亮老师 那谁不知道 王者峡谷里 那一颗闪亮的夜明珠呢 人家后裔 也是电竞圈 有头有脸的 上哪能打过呀 这个时候杜淳老师 就在我旁边说 热行你相信我 家里让我玩老菜 我这次来就是专门针对他 哥这都是淳哥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说那太好了淳哥 亮 我发现 我跟亮哥是一对的 更好笑的是 淳哥跟亮哥也是一对的 我说 就照咱们这个战术规划 亮哥这把就是一打九了 但是亮哥 别害怕 我给你打辅助 我让你 出门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为了不让亮哥一打九 我要准备下去练练英雄了 下面交给主持人 谢谢大家 掌声有请 主持人 李沙敏子 谢谢雪芹 看来雪芹在来之前 已经把队友和对手都 借您吉言 今天呢 让我们一起 平平安安打游戏 开开心心 做公益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呢是我们微博电竞全明星公益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主持人李沙敏子 我们本次比赛呢 是由新浪微博与微博电竞全明星战队共同 电竞公益赛事 以爱为胜利的目标 全力战斗 首先请允许我隆重地为大家介绍 今天历龄现场的嘉宾 他们是 新浪微博高级副总裁曹曾辉 欢迎 新浪集团副总裁刘韵丽 欢迎 新浪微博副总经理董文俊 欢迎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点亮乡村光明万家 项目负责人唐一南 欢迎 同时呢 本次赛事也特别感谢微博 微博直播 微博台网 微公益 微博电竞 新浪游戏 大力支持 谢谢你们 那我们的微博电竞 全明星公益赛啊 是一场集电竞明星 集公益跨界融合的盛会 在这里呢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 积极互动 同时呢 也关注新浪的微公益平台 可以帮助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就像我们口号说的一样 一起 用爱发光 尽我所能 我所能 大家刚刚在雪晴的带领之下 已经提前看到了 今天我们的阵容 非常非常的亮眼 平时呢 他们出门营业啊 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身份 比如说演员 歌手 全能艺人 等等等等 但是今天呢 他们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 微博电竞全明星公益赛的 战队队员 今天呢 在我们的现场将会举行 和平精英 王者荣耀 两个游戏一共 四场对决 在这里呢 也欢迎大家登陆微博 关注并且 微博电竞全明星战队 官方微博 了解我们更多的赛事内容 同时呢 我们进行互动 为你喜欢的队员 打call 好了 最激动的时刻 要来了 我们的队员 马上要上台比赛了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首先要举行的是 我们的和平精英的比赛 那么率先登场的 就是我们的和平队 他们是 玩家杨超越 欢迎超越 有请能够用脸杀人的 李正宁 有请微博电竞俱乐部的 职业电竞选手 小狮子 欢迎小狮子 有请微博电竞俱乐部的 职业电竞选手 宇宝 欢迎宝 那现在呢 我们的和平队 已经集结完毕了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超越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李正宁 欢迎 还有两位职业选手 欢迎你们 大家好 我是小师傅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尹范 等会就要一起作战了 我们先来一个一个 好好聊一聊 我想问一下 超越玩过这个游戏 对不对 是怎么入坑的当时 一开始我是玩电脑的 又有这个手游的时候 又方便 然后又很 很可以就是跟朋友一起玩啊 这样子 我就觉得挺好的 那我听说啊 你之前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 所以他们说 你算是有经验的队员了 这一次 能不能分享一下 当时比赛的情况 比赛的情况 就是相信队友 然后就可以了 相信队友 队友 怎么样平时打得多吗 平时基本上是一有空就会打 他们让我来问你一下 考你一下 说你这个是指挥型选手 还是刚枪猛男 我一般两者都战吧 都行 对因为我性格比较高 性格很高 所以证明咱们打起游戏也可以高 是不是要关 对手放马过来吧 咱们一定高 那旁边也是两位职业的电竞选手 正宁是不是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打游戏 正宁 是不是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打游戏 对 有没有什么 第一次是跟他们 但是其实 而我们的对方 对也会有职业选手的加盟 如果要放个狠话 你想提前对他们说点什么 我放狠话吗 就是 相信队友就对了 可以 对相信队友就对了 毕竟我们这边也有职业选手 是的 因为超越一出来已经奠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基调了 我们队的口号就是 相信队友 那两位职业队友 也来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欢迎两位 今天有什么战术 能够剧透一下的 两位谁来发言都可以唱所 手游的职业选手 所以让尹爸来了 尹爸先来聊一聊 尹爸是职业选手了对不对 对 我是那个合比基因职业选手 你觉得今天有没有信心带领我们的和平队 呃 其实平时我比较低调 但是呢 看了一下 下这个比赛的规则 我感觉 带两位老师吃鸡 获得胜利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没问题 刚刚 小狮子 你其实平时是端游是吗 而且也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啊 那这次开始玩手游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挑战还是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毕竟有一位颠覆在那 没有问题 看超远我们的两位老师也非常的有信心 今天正宁也说了相信队友 那听完大家的介绍 你在最后给咱们队打个call 好不好 觉得有没有信心赢得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一枪一个 对 然后获得胜利 好 预祝你们取得好成绩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有请你们的对手战队出场 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雕汉曹所不需要解释的精英队登场 他们是 请唱作人金志文 欢迎志文 有请